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直到花豆煮熟 作者安房之子 小叶没有妈妈 小叶生下来没有多久 妈妈就回娘家去了 所谓的娘家就是妈妈出生的地方 那是一个要翻过许多座大山 梅花非常好看的村子 不过没有一个人 就连小叶的爸爸也没有去过那里 因为那是山老的村子 小叶的奶奶说 你妈妈是山老的女儿啊 奶奶说因为是山老的女儿 所以就回到山老的村子去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所谓的山老就是山之经 山之经与人完全是两码事 可这完全是两码事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结合到一起呢 小叶想 还有好不容易结婚了 为什么又分开了呢 小叶又想 只要这样一想 胸口就会一阵发冷 小叶的村子下雨的日子 山老的村子也会下雨吧 小叶的村子绣球花盛开的时候 山老村子的绣球花也会盛开吧 一个从早上起就下了一整天的雨 无事可做的日子 小叶轻轻地对奶奶说 我真想去看一次山老的村子啊 奶奶正在用一口大锅煮花豆 爸爸昨天就去北浦镇采购食品去了 而且保温泉没有一个客人 给雨一邻大山深处的温泉旅馆 就更加寂静了 奶奶打开锅盖 一边哗哗地往煮的软软的花豆里倒砂糖 一边说 水也去不了山老的村子 你爸爸去不了 小叶去不了 奶奶我也去不了 那爸爸是怎么见到妈妈的呢 啊 要说那时候的事 奶奶把煮豆子的火弄小了一点 盯着小叶 你要是想听你爸爸是怎么见到你妈妈的经过 奶奶可以讲给你听 不过 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小叶点点头 一直到花豆煮熟 慢慢地说吧 说完 小叶就一屁股坐到了厨房的地板上 抱住了双膝 从小时候起 小叶就抱着双膝坐在厨房里 听奶奶讲故事了 像什么山里的梨的故事 熊的故事 天狗的故事 时不时还会说起小叶妈妈的故事 奶奶的故事 小叶不认为全是真的 一半是真的 一半是故事 宽敞的厨房里 飘满了一股豆子的香味 紫色的大大的豆子 是小叶家后院的田里收获来的 用大锅煮得甜甜软软的 就成了保温泉的名产 好吧好吧 奶奶点点头 把木锅盖轻轻地盖到了豆子的锅上 在小叶的边上坐了下来 然后讲起这样一个故事来 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是小叶出生以前的事 那时山上还没有通公路 保温泉也没有通巴士 只有奶奶和你年轻的爸爸两个人 经营着保温泉 真的 小小的小小的旅馆里只有两个人啊 现在好了 村子里大婶们常常会来帮忙 又通了公路 开着车就能轻轻松松地去采购了 可那时候 不管上什么地方 都要背着东西 吭哧吭哧地走洋长小道 不过小叶的爸爸浑身是劲儿 多种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背起来 剑步如飞 呵翻过那三森林 翻过决菜山 一直到北埔去买裙袋菜 买鱼 回来时还背着满满一袋子豆子呢 豆子 后院田里不是有的是豆子吗 不不 那时候还没有那片田呢 豆子全是你爸爸从北埔的一家 卖豆子的大店采购来的 奶奶就像这样住给客人吃 北埔的豆子好吃啊 大豆也好 小豆也好 白色的菜豆也好 煮得软软的 可是一道美味啊 有的客人忘不了奶奶煮的豆子的味道 来住了一次又一次呢 就因为这个缘故 你爸爸从北埔回来 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大大的杯囊 杯囊太重了 有时就想歇一下 坐在决菜山当中的石头上 抽汁烟 擦把汗 然后再走 可是有一回 你爸爸正坐在那里抽烟 好像听到有谁在叫他 三级三级的叫着 三级 三级 谁呀 小叶激动起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曾在山里被叫过名字 一被叫到名字 小叶就会哀的答应一声 又蹦又跳 冲着树呀 风呀 云呀 灰灰兽 跑起来 三级 小叶的爸爸三级也是一样 那时一听到有谁叫他的名字 就答应了一声 可是想不到 起了风 枯叶花花掉了一地 三级一看 枯叶上竟坐着一只狐狸 正在抽烟 原来是狐狸呀 三级笑了 然后 扑的吐了一口烟 站了起来 可想不到 那只狐狸也扑的吐了一口烟 站了起来 嘿 还挺神奇火线呢 三级想 三级正要把装着豆子的杯囊背起来 可想不到狐狸说话了 能云给我一点豆子吗 三级假装没听见 背起了杯囊 可是他刚一迈步 狐狸就从后头跟了上来 云给我点豆子吧 云给我点豆子吧 因为太吵了 三级回过头来 把脸稍稍一沉 狐狸吃什么豆子呢 听他这么一说 狐狸说 明天是我的婚礼 是吗 三级停住了脚步 然后 他回过头来问 狐狸的婚礼也煮吃豆饭吗 狐狸点点头 当然煮了 当然煮了 煮一大锅 给山里的狐狸吃 三级突然变得快乐起来了 多好啊 你要娶媳妇了 狐狸神奇活现地说 是啊 三级还没娶媳妇吗 嗯 我还早呢 那样的话 让我给你拜拜天吧 求你娶一个好媳妇 今天你给我多少粒小豆 山里的狐狸就为你拜多少次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也就不能拒绝了 三级把杯囊从背上卸了下来 从里头掏出小豆的袋子给了狐狸 是不是给多了呢 可转而又一想 算了 全当是送给狐狸的新婚礼物吧 就又慷慨大放起来 狐狸喜出望外 恭恭敬敬地抱着小豆的袋子 消失在了枯树林里 自从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 三级在决赛山一带 三天两头会被叫到名字了 三级 三级 抬头一看 这回大枯树上落着一两百只薄牢 乱哄哄地嚷着 云给我们大豆 云给我们大豆 没有大豆 三级这样嚷了一嗓子 就跑了起来 可是想不到 薄牢一起飞了起来 像黑芝麻历时地散到了天空中 大豆大豆地嚷个不停 想要三级背囊里的东西的 还不只是狐狸和薄牢 采购来鱼杆的时候 黄鼠狼就一直跟在后头 烦死人了 还有 就在正月之前 还要被黑豆的鬼怪追赶过 那时候也被叫了名字 牛头一看 一个巨大的鬼怪穿着皮衣服 正死死地盯着它 三级吃惊地快要跳了起来 刚要逃 可想不到 那个鬼怪意外地 用静静的声音说 不要以为我白要啊 一盒黑豆换一盒银杏果吧 怎么办呢 见三级拿不定主意 鬼怪迫不及待地说 要不 一盒黑豆换两盒银杏果 要不 一盒黑豆换三盒银杏果 就这样 银杏果渐渐多了起来 三级强忍住笑 一直等到银杏果到了五盒 这才大声地说 好吧 就用一盒黑豆换五盒银杏果吧 然后 他把背囊卸了下来 用双手捧出平平的一把 恰好一盒左右的黑豆 倒进了鬼怪跨在肩上的皮包里 于是 鬼怪也从那个包里 用巨大的双手捧出一大把 恰好五盒左右的银杏果 倒进了三级的背囊里 然后 鬼怪的大眼睛闪烁着光芒 说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下正月的准备就全一一完成了 三级一边扎背囊的口 一边问 鬼怪家正月也要煮黑豆吗 鬼怪高兴地点点头 不久前才娶的媳妇 可会煮黑豆了 嘿 连你也娶了媳妇 三级无话可说了 鬼怪点点头 回答道 娶了娶了 娶了一个非常会做菜的好媳妇 说完 鬼怪就一边晃晃悠悠地摇晃着那个皮包 一边走下山白竹的坡道 目送着鬼怪的背影 三级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于是 他想起上回那只狐狸说的话来 狐狸说了 为了你能娶到一个好媳妇 山里的狐狸都会为你拜天的 还说 今天得到多少粒小豆 就拜多少次 三级耸了耸肩 心想 这不过是没用的鬼把戏 不过 狐狸的鬼把戏好像还挺灵 过了一些日子 当保温泉的梅花开了的时候 又有谁在山上叫三级了 三级 三级 与往日不同 这回是一个温柔的女子的声音 是像春风一般轻柔的呼唤声 一听到这个声音 三级的心里好像开了花 不过 回头一看 却一个人也没有 站在那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人出来 这样的事连着发生了好几次 这一天 三级 三级 喝着温柔的声音 一股带着梅花香的风吹了过来 轻轻地舔着她的脖子 她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红色和服的姑娘 飘飘欲仙地站在那里 眼皮红红的 是一个像花蕾出站的梅花一样的姑娘 见三级吃了一惊 姑娘笑着说 请云给我一点花豆 花豆 三级一边重复着 一边把背上的杯囊卸了下来 用双手举起大力的花豆 朝姑娘伸去 姑娘看着花豆 说 请倒进我的袖兜里 三级把花豆轻轻地 倒进了姑娘的袖兜里 可想不到 那姑娘捂住袖兜 竟哗啦哗啦地甩了起来 然后 又打开了袖兜的口 朝里头看去 哎呀 太美了 太美了 她一边说 一边凑近三级的身边 敲声说 你看 你看我的袖兜里 三级战战兢兢地 朝袖兜里看去 里面是一片小小的 小小的花豆天 开满了淡紫色的花 豆花那薄丑一样的花瓣 在风中摇晃 这 这 三级大吃一惊 姑娘在她耳边敲声说 一起来种这样的花豆田吧 然后 她捂住袖口 一甩袖兜 袖兜里又哗啦哗啦地 响起了豆子的声音 再一打开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又变成了红色的花豆 姑娘孩子时地 往起一跳 说了声谢谢 然后就跑了起来 一边在枯树林里的路上轻盈地跑 一边喊 我妈妈会高兴的 会高兴的 姑娘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扬 跑远了 看不见了 可那个声音 却在这一带久久地回荡 我妈妈会高兴的 会高兴的 带着梅花香的风吹过来 姑娘的声音久久不散 就像春天在这一带兜圈子 撒下一串串欢笑似的 三级就那么长时间地呆立在那里 她想 刚才那个姑娘一定是风之惊了 怎么看也不是凡人 这就是小叶的爸爸和小叶的妈妈见面的故事 故事还没有完 小叶的奶奶站了起来 打开锅盖 看看花豆煮得怎么样了 她夹起一粒尝了尝 把砂糖倒了进去 然后又坐到了小叶的面前 小叶大声地问 妈妈的妈妈吃了爸爸云的花豆呢 吃了 小叶妈妈的妈妈是一个山老 是一个特别喜欢花豆的山老 一吃花豆就高兴 给什么都行 所以那一年的春天 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块冬花镜土当归什么的 是谁给送来的呢 这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不是狐狸 黄鼠狼就是鬼怪老爷子吧 天亮的时候 温泉外面的门刚当刚当地响 传来一个怪怪的含糊不清的声音 山老送的东西 奶奶跳了起来 在走廊里跑呀跑呀 跑下温泉 打开门一看 你猜怎么样 一个大竹筐里装了满满一下子的山货 不过是一盒花豆的谢礼 再怎么说 这也有点多过了头啊 收人家这么多东西 行吗 听奶奶这么一说 三级笑了 说 那再多送去点花豆不就行了吗 那倒也是 奶奶想 那就给她甜甜的煮上她一大锅吧 于是 奶奶从仓房里拿出一口大锅 煮了满满一锅花豆 一边煮奶奶一边想 和山老和睦相处可是一件好事 山老是山的守护神啊 奶奶把让她自豪的花豆盛到一个大套盒里 交给了三级 山老高兴了吗 当然高兴了 当然高兴了 因为高兴过头了 作为谢礼 这回把宝贝女儿都给送了过来 哎呀 那不就是妈妈吗 是啊 就是小爷的妈妈 不过 可把你奶奶给吓了一大跳呀 进山去的三级 那天黄昏时 突然就领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奶奶一眼就看出来 她要成为爸爸的媳妇了吗 看出来了 一看三级的脸兴奋成那个样子 一眼就看出来了 可是奶奶多少有一点担心 山老的女儿能当好人的媳妇吗 奶奶突然郁郁不乐起来 一天晚上 当三级明确说要娶那个姑娘时 奶奶真是犯了仇 虽说姑娘是个美貌 说话体贴 性格又好的姑娘 而且还能干活 可奶奶还是担心 姑娘到底是山老的女儿啊 一想到山老的女儿 早晚有一天回到山里去 奶奶一个晚上也没有睡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犹豫来犹豫去 也没有个答案 当天萌萌发亮的时候 温泉外面的门又 噹当噹当的响了起来 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山老送的东西 奶奶跳了起来 在走廊里跑呀跑呀 跑下温泉 然后打开温泉的门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门口乱七八糟的 堆着一大堆东西 多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三个大箱子 一个装着新被子的袋子 一个套着曼草图案罩子的衣橱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嫁妆 奶奶双腿一软 当场就坐了下来 心想 这下可就没有办法了 都到了这个份上 就不能再把山老的女儿 送回到山里去了 现在要是得罪了山老 那可太可怕了 一动不动的蹲坐在那里 想了一会儿 奶奶在心里决定了 然后站起来就大声地冲着大山喊开了 收下你的女儿了 一定会让她幸福的 于是其风了 春天的山哗哗地响了起来 星星点点的树芽 闪闪发亮 就这样 一个漂亮的漂亮的媳妇 来到了这个家里 媳妇是个劳动者 不管是旅馆的活 还是家里的活 都干得非常出色 还在后院开了一片花豆田 媳妇种的花豆开出了紫色的花 然后就收获了好多古古的豆子 一粒粒比北谱的豆子大多了 又光亮又好吃 一句话 是保温泉的宝贝哥的一样的豆子 而且没多久 媳妇又为保温泉 添了另外一个宝贝哥的 生了一个可爱的可爱的小宝宝 那就是小叶 小叶使劲地点了点头 小叶出生的时候 大家不知有多么高兴了 连山老都高兴地又送来了贺礼 小叶又点了点头 小叶出生的时候 山老送来的是用通草边的摇篮 和刚刚春好的年糕 年糕又圆又白 一共有五十个 连住在旅馆里的客人都分到了 那年糕实在太好吃了 你爸爸三脊一次就吃了七个 奶奶和小叶的妈妈也吃了好多 可是小叶的妈妈从吃了年糕那天起 突然就不说话了 也不干活了 整天只是呆呆地 眺望着遥远的大山 这太奇怪了 是不是想娘家了呢 奶奶想 从山老家家到保温泉 都三年了 你妈妈还没有回过一次娘家呢 这可不行 即使是山老 偶尔也会想见一见女儿吧 奶奶想到这里 就对你妈妈说 去看看山老吧 你妈妈高兴地点了点头 可还是默不作声地 吃着山老的年糕 吃了三个 吃了四个 吃了五个 然后 到了黄昏的时候 你妈妈的身姿突然就不见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了晚上 奶奶和三脊把附近都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 第二天 第三天也没有回来 后来听人说 那天的黄昏 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张开双臂 像风一样地冲过了吊桥 红色的袖兜随风飘舞 那个女人叫了起来 变成风 变成风 我要变成风 那个声音 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真正的风 即使身姿看不见了 可能声音还像笛声一样 嗖嗖地回响着 小叶的心一阵疼痛 后来 妈妈就真的变成了风吗 听她这么一嘟呢 奶奶点点头 小叶的妈妈确实变成了风 回到了山老那里 变成了山风 她还常常会回到这里 来摇一摇通草的摇篮 这么一摇 摇篮里的小叶 就一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风啊 大概是叫着小宝宝的名字吧 小叶 小叶 小叶使劲地点点头 啊 这样的事现在也有啊 小叶想 只要一走进山里 风就会叫我 她总是这样想 后来呢 山老的礼物呢 再也不送山栗子煮笋了吗 啊 这段日子渐渐就没有了 奶奶也好久没有山老的消息了 不过 确实有山老 山老就住在大山里的什么地方 一直看着我们的保温泉 小叶的妈妈变成风 从山老的家来到这里 永远地看着小叶 小叶点点头 朝外面看去 雾一样的雨 还在无休无止地下个不停 远山笼罩着一片紫色的雾气 好了 花豆煮熟了 奶奶支起身 煮熟了 煮熟了 差一点就煮熟了 奶奶把锅从火上搬了下来 打开锅盖 轻轻地夹起里面的豆子尝了尝 然后给小叶盛了一小盘 一边吃着煮熟了的花豆 小叶一边久久地想着山那边山老的家 和变成了疯的妈妈的事情 谢谢大家